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林庚星一直算是男星里面的一股清流 当看长相的话,完全就是一个英俊王子 可是当他一开口,满口的东北大茶子味又显然是一个喜剧演员 一般的明星,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不说是最顶级的 也至少都是一些国际大牌 但是林庚星偏偏与众不同 他喜欢的是辣条和路边摊 点完败还嫌派送费贵 这些事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或许就是屌丝 可当这一切发生在林庚星身上的时候 又叫人觉得有有些可爱,颜值及正义 在最新一期的网综《明星大侦探》中 林庚星也有着精彩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这档节目是破案题材 很多环节都十分烧脑 林庚星的加入却让这个烧脑的节目增添了不少的欢乐 节目的最后以林庚星和张若云为凶手结束 他们俩一起被关在笼子里的画面还被顶上了热搜 大家都知道在节目的录制现场 有很多道具 白静庭就是出了名的吃道具小能手 可是这一次林庚星更是将吃道具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他居然在现场煮起了方便面 而且还往里面加鸡蛋 并且一边煮面一边吃辣条 让人哭笑不得 本来萨贝宁是整个节目的搞笑担当 但是林庚星一对比 他竟然比萨萨还要搞笑 整个节目哪还有悬疑的气氛 活生生就是一个喜剧现场 林庚星作为一个一线明星 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明星架子 反而还比谁都接地气 这一点在演艺圈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